当我睁开眼睛,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热浪,炎热的房车让我无法继续沉睡,仿佛整个身体都在被太阳无情地哄烤,车里的温度居然有三十几度,简直让人无法忍受,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打开空调,然而随着空调的开启,电量逐渐耗尽,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,一方面我需要保持凉爽,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电量耗尽,只能晚点找个地方充电了。 我简单打扫了一下房车里的卫瘦,把脏衣服揪进洗衣机里洗干净,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,感受丝丝的凉意,想补个回笼觉,却被外面的噪音吵得睡不着,这个露营地真是酷,酷了这么多人在旅馆,我感觉有点饿了,在冰箱里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好吃的。 房车营地附近,一家餐馆香气扑鼻,我忍不住走了进去,点了一碗鱼翅,仅仅能享受这难得的美食。 在整个炎炎的夏日,我与房车伟伴,体验着别样的生活,虽然困难很多,但我却乐在其中。